天气方面受到美雨是流封面的影响 气象局表示 今天的降雨主要都集中在南部跟台东地区 而从礼拜四开始 封面就要逐渐北台了 到台湾上空 因此西南季风也会跟着北上 到时候的降雨状况会扩展到全台湾 气象局局长郑明点 更在脸书上贴出了这张卫星云图 表示台湾的尾巴 被这条超长的强对流雨带给扫到了 被扫到的台南南端 屡市就是不一样 台东上午下起毛毛细雨 滞流封面在台湾南部到巴士海峡附近徘徊 南部跟台东天气不稳定 气象局局长郑明点 PO出一张卫星云图 只见一条超长的强对流云雨带 扫到台湾尾巴 气风气流更在鼓超台风 残于环流后方并且增强 而在强风轴的北侧 产生的窝渡有力封面结构加强 强调被扫到的南部 与市就是不一样 从日本的南方海面 一直延伸到整个南方的南海的一个北部 这一条云带呢 大致就是自由封面所在的位置 封面前比较强的西南风的一个区域 也是有比较强的一个队友在发展 整体上来说 强对流的区域是比较偏广的 光是13号统计到早上9点的累积雨量 屏东春日乡跟台东达人乡都破百毫米 高雄小港区也累积超过80毫米的雨量 而过去常被雨神遗忘的台南 这回也因为西南季风影响的位置相当偏难 雨量明显减少 礼拜四开始 自由封面的位置就要开始往北边 慢慢的移动上来 新南季风的位置也会跟着上来到台湾 影响比较大的地方 在新竹苗栗以南 到礼拜六的这段期间 可能都是要特别注意的时间 自由封面周四开始北台 西南季风影响范围也渐渐扩展到全台 气象局粉砖爆气后也提醒 在台湾西半部美雨是仅次于夏季的重要雨量来源 而五月到六月的雨量都占全年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不等 平均每年造成30亿元的损失 提醒民众面对剧烈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汛 这是台北台东综合报导